选你的流行套路女士充流腻怎么办 那你肯定没想到学生 给我看看 你又好流腻啊 你都脱一起放玩脱了是吧 你说的要多调情吗 你看你就学费了 看着啊 有一点我承认 腻的话 你可能要反省一下 我还让他反省 不要慌 哎 回来回来 我走了 看着 肯定在别的帅哥那儿 同位情话听得太多 到我这儿就腻了 再没聚下 哎 我起来 靠我一组 我前景的选择 哦 哎 回来回来 别乱说 我不是我没有 照顾他没接 他肯定不会接啊 谁会接呢 我们这个只是为了去缓解一下 刚刚的气氛 知道吧 行吧 行吧 不过你让我想起了小时候 小时候 既然他不接锅 那我们就给你讲讲故事 从这个故事的暗线中 发展了想起来的感情 女生也说了 小时候 看吧 那会儿我妈每天都会很认真的 给我做饭 我老嫌她做的不好吃 现在工作了 天天吃外卖 反而很满 说这个干啥呀 你这到程度来 你不怀念你妈做的反案 怀念呀 对呀 这个情绪就是告诉他 妹妹 这个情绪价值 我可不是谁都给的哟 我给你 是因为我终于你 这是我给你的特权 你又搬了 说了说了 感觉你换了 这不就听懂了吗 哦 怎么就这么想当我妈 啥意思啊 测试医生 他的意思就是 怎么你怎么想当男朋友 还有这么想测试的 怎么会 真 行 你了你了你了 男妈妈就不当了 明天开始做个清爽男人 你要尽他的框载呀 你让我当妈 你当妈 我才有不同当妈 我才不要 男人一定要学会 带给她的节奏 回来回来回来 还能说去 有就去 对 就真的 肯定可以呀 有差不可以 干嘛 早上好在干嘛 吃了吗 睡了没 晚安 蛤 是不是清爽多了 说这个干嘛呀 自己后出了啊 既然我专心给你说 爱米饭你生气 好 那就吃碗面吧 混了混都得了 明白了 就不用那么专心了呀 说了说了回来 这倒也不停 这倒也不至于 客人要是嫌你做的不好吃 可以提升一下厨艺嘛 你看 这一后扯 他又守不得了 这就是点型了 又想你继续撩 又想你开烧 对了 怎么不伺候了 那你这个 跟这个姑娘就拜拜了 那咋办啥了 那想要厨师进一步 吃得 吃主要多给反馈 反正直接先做 肯定没得吃 既然你守不得 你还想吃这碗爱米饭 是啊 好 那我是有标准的 你要给我反馈的呀 对吧 我们的制裁要上去 我们的派对要上去 你得争取这个东西呀 明白了 明白了 回了 哈哈 我现在坐下 把你先做 这不就是这样 好假的吗 他刚刚不是说你油吗 你看吧 我等一下要开会 今晚就给你吃白菜汤 啥白菜汤 顺势借物欲试 回了回了回了 为啥吃白菜汤 你看你还不想 这啥为啥呀 挖油 给你挖挖油啊 女生状态确实起来了 但是我们也要去直面问题 因为人家一开始你看 好有错哦 人家一开始给你出这个问题 我们是不能去忽视的 我们玩鬼玩 闹闹闹 对吧 但是问题要解决 你看这种女孩 哈哈 下巴能吃锅包肉吗 哈哈 你看这不就吃得上了 我去 所以我跟你讲了 去 跟女生相处你的心态一样稳 她稍微嫌弃一下 你又马上跟她道歉 你又马上了夫人 那你这辈子就是甜口的命 要有狂开 要赶回她去碰 女孩 就是她既然不是 嫌疑中 还爱你才不好吃嘛 对吧 那你要告诉她 这个东西 它不是谁都有的 它是有独特性 唯一性的 就是你得来珍惜我 对你的这份沉溺 她意识到你的心意之后 那么问题解决了 心意有了 空间有了 期待有了 爱情也有了 哟啊 还好来找你了